继 和之后 四月压轴韩剧重磅登场 总共八集 月日 播创下3.625%高收视率 集结悬疑 惊悚 推理和喜剧四元素 看完一直有李光珠不是傻瓜的声音出现 米花小姐特别整理 剧情描述在一个平凡的罗小区 发生了一桩金城公寓女子坠楼神秘案件 不具特别聚焦在邻居疏离感 靠着拥有超强技力的大成 岁 从小时候就被称为天才 十岁时用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抓到假超饭 梦想当守护士的主人 连续三年落榜公务员考试 虽然看起邋遢 但其实很会观察细节 这不可是李光珠基来 魁为四年后回归电视剧 岁 罗宇派出所巡警 跟成交往年 目前处于倦怠期 虽然知道大成没有 坐又没有梦想 但仍然有耐心地照顾他 因为他 超市的儿子 他完全无法忍受不公不义 特别是 到那些没有礼貌的人 瞬间就会爆发 歌手出身 雪旋转战演技圈 在何日与夜都展现实力派演 超市社长 罗宇女高出身的手球选手 秉持着步 明天太阳有没有升起 就是要七点开店的精神 年天从梅宫修过 深爱着无能 但长得帅得花美 老公 陈希琼出演过《三流之路》和监狱医生等 超撇除掉社长郑明淑和收银员 明淑儿子收银员 大成之外 共有五名职员 像是双甲路边摊金美 饰演专长搜集情报的老鸟员工工范 剧景一嫖 宾饰盐饰盐 海鲜不有三次前科兴员工海鲜 吴会员 也很会对付奥客的蔬菜 不员工蔬菜 我们 爱过 礼教饰演大美术纪出身的精肉 不员工精肉 亚兰饰演很有力气的打工生兼职 除了超市之 罗宇社区的邻居也是耳熟能详的配角群 像是 成宇饰演大成爸爸兼社长老公安英俊 姬志一 生活文西景饰演妇女会长杨顺 优越的一天柳 西饰演金城不东产社长徐天奎 师校园安氏 饰演天奎女儿徐律 模范继承车里印西饰演手 罗宇曲棉以上的警察金斗炫 全招贤饰演迷一般的女子李青雅等 爆米花小姐特别送上人物关系图 她们分别组成母子和情侣 都雅西和金斗炫是职场同僚 安大成和精肉是好友 精肉暗恋蔬菜 左边第三个是喜欢欺负大成的神秘老爷爷双结棍 杀人者的购物目录月日期每周四五晚间中华电信和独家跟播 喜欢的妞妞们快放入追剧清单吧 祝 文章之影片及图片版权接署开放资源 上传者并非妞新闻或编辑 若影片遭移除尽请见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